中華了解多一點 大家好,歡迎收看中華了解多一點 今集為大家介紹的是 帶領中國戰機從跟跑到領跑的設計師楊偉 第十五屆中國航展 在今年11月12日在珠海開幕 多款國防重器閃耀登場 包括號稱隱身性能世界第一的 殲35A戰機 這一款的戰機良相意味著 中國已經成為繼美國之後 第二國擁有兩款現役五代戰機的國家 而中國自主研發的另一款 現役五代戰機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殲20 而它的總設計師楊偉 可以說是帶領中國戰機 從跟跑到領跑 為祖國的國防事業作出重大的貢獻 今集節目就帶大家一齊認識 這一位軍工界的奇才 1963年 楊偉出生在四川支中原 從小就在數學上展現超人天賦 有傳聞說 她三歲的時候 已經熟練掌握100以內的加減運算 她15歲參加初中畢業考試 因為成績優異獲准破格參加當年的高考 結果只是準備了一個月 只差一分 未能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少年班 令她的父母和老師既可惜又欣慰 少年班是專錄取來自全國各地的神童 在當時極有影響力 不少的學生後來都成為中國的結出科學家 以楊偉的成績 要讀其他大學是滑滑有餘 但因為有先天色盲 又令她選科遇到困難 楊偉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曾經就提過一件作弊的往事 原來她曾經參加過軍方飛行員的考試 但發現自己有色盲問題 為了達到入讀理工科的要求 她在高考看檢前 就硬背了七本的色盲測試書 結果看檢當天 醫護人員用的竟然是另一本的測試書 楊偉也因為這樣肥老了 但楊偉結出的成績引起好幾間大學的注意 西北工業大學派專人對楊偉進行全方位的考察 當時楊偉坦然自己有色盲問題 但很巧合 航空工程系主任羅氏君 亦是色盲 看過資料後一錘定音 決定將楊偉召入空氣動力學專業 楊偉不單是學霸 工作上都同樣出色 她22歲拿到碩士學位 23歲成為組長 30歲成為主任 35歲被體不為副總設計師 只是38歲就擔任總設計師 當年成績優異的楊偉 碩士畢業後 就被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取錄 由於她在飛機設計上極高天賦 吸引了當時擔任簽10戰機 總設計師宋文聰的注意 波格提拔她做助手 進入研究所 只是5個月 就被任命做研究組長 直接參與研發簽10戰機的核心技術 1996年3月 楊偉在沒有任何經驗參考的情況下 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時間 就成功研發出電傳飛控系統 創下這個項目的世界奇蹟 另外還成功開發出監測系統 為簽10戰機的研發 節約了巨額的經費 對於簽10戰機面世 楊偉這樣說 從之前人家做什麼 我們跟著做 到今天國家戰略需要什麼 我們就能夠做什麼 她認為中國已經邁向自由王國 自由王國的意思 是不參照其他人 甚至沒有先來的情況下自己創造 楊偉最傑出的成就 應該就是主導簽20戰機的研發 簽20和美國的F22F35和俄羅斯的蘇57 同屬第五代戰機 部分指標甚至領先對手 2016年珠海航展開幕式 中國第五代戰機簽20首次面向公眾登場 當日兩架的簽20齊整飛入航展上空 隨後分成一左一右轉彎 其中一架在空中進行各種高難度動作 包括表演約90度的高速垂直飛行 不單止打破外界之前 對簽20發動機的質疑 還展現出 簽20在飛行作戰上的優勢 令到全場觀眾嘆為觀止 後來 簽20在對抗測試中 對三代戰機產生屠殺效果 他強大的引伸性能和先進的航電系統 令軍方震驚 於是簽20被要求加速生產 這一切的背後 都是楊偉率領團隊 一次又一次攻破難關而取得的成果 楊偉說 在簽20研製過程中 研製團隊專注讓場備短 綜合優化 令到簽20能夠在未來戰場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1年的9月28日 簽20再次在珠海航展上空霸氣登場 和以前不同的 今次是簽20裝備國產發動機構首次公開亮相 令這款戰機成為中國先進航空技術的集大成者 更被媒體評價為 簽21小部 中國空軍一大部 對於未來 楊偉始終抱著永無止境的態度 他帶領著朝夕蓬佩的團隊 投身第六代戰機的研發 希望令中國率先登上世界最新戰機的頂峰 他豪然 我們不滿足於或者甘心聽別人講故事 為何我們不能追求未來戰機 由我們中國來制定標準呢? 相信憑著這份膽識和魄力 楊偉一定能夠為中國航空工業 創造更多更大奇蹟 繼續努力 我們都熱切期待